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也才能够受容伙众 佛教生切医护基金会 长期提供生切医疗方面的尝试 有助于深重了解自己的健康情形 生切医护基金会 从成立以来 每年都有做这种 全国的生众 医疗健康检查 以及种种的关怀 治疗等等 对我们这个深重 长期以来 身体的健康 以及医疗尝试 这方面都有增进 能够了解我们要怎么来照顾身体 能够来洪华立身 所以我们多多参与这种活动的时候 等于我们可以学到很多 医疗方面的尝试 对我们修行很有帮助 我们不需要到医院去 要看病需要过号 到这边来就很容易一下子看很多科 不用有那么多过号繁琐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 对于生切医护基金会提供的我们的医疗 医疗网以及医疗的尝试 对我们来说都很有帮助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参与 来共襄 成就我们这个住持三宝 住在世间 能够洪华立身 照顾身体最基本的健康原则 普里原通事副主持 信德法师开示 深重需要将自己的肉身照顾好 才能弘扬佛法 蓄佛慧命 史方新闻 黄辉如检御林 南投采访报道